快相信你自己啊 不要沉淪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晚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今天呢我們一樣 要去外面了 但是呢在去外面之前 老頭想要把我的 身上的裝備備妥一下齁 上一集呢我不小心把我們這個鐵裝給弄壞了 然後以及我身上的這個十字麻醉劍呢 也不太夠 所以說我們現在先來東西弄壹弄瞧一瞧 準備好之後呢我們就準備出發 那我們身上的鐵應該應該不是身上的鐵 是我們房子內的鐵應該是夠的啊 好不好 房子內的鐵應該夠的話 我把我們壞掉的裝備丟進去修啊 能不能修可以 OK全部都丟進去 我先把它全部修壹遍 然後那時候記得上一集 我們有貝陀這個腐肉嗎 我們貝陀這個腐肉之後 我們可以拿來開始做我們的 我們的麻醉藥 這有點麻煩了這就麻煩了 這可能要花一點點時間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慢慢來 我們這個四台機台呢 直接這樣給它打開 我想應該是會比較輕鬆一點啊 是不是 我們來分一下四等份好了 我覺得我這樣分不太對 沒關係 這邊拉過來 大概七八十個 好這樣就 工作就分配完成了 好我們開始做 這邊可以做八十八個 我們這邊沒有黑果 看一下 我們黑果的話我們的 哪一隻生物身上有啊 六三個黑果不太夠 好讓我甩一下甩一下 左邊一下右邊一下 你看黑果一千多個好爽啊 好啊走了 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再見 我 可憐的雷龍哥沒有利用價值了 我有幫他取過名字嗎 沒有 我記得我以前在玩這個連載的時候啊 很多人都會想要幫孔取名字啊 不知道為什麼雷龍沒有就是了 好我們繼續 我們大概可以做個一百隻吧 我覺得我們做一百隻麻醉劍就可以出發了 好不 咱們做一百隻麻醉劍 好 這邊分一半 可以做多少 87個 等一下我們做可以做蠻多的欸說真的 又是一尾活龍 把我們的麻醉劍使給做出來 弄個一百隻 好 邊做邊開始找喔 我今天想要找一下我們的圓頂龍或者是我們的灌龍 又或者是我們的死三角龍 喔 死不是那個拉死的死 是那個原死的死 上次有了 我們第16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有找到一隻三角龍 體型比原本三角龍還大 那個就是原死的三角龍 好吧我們今天找這三隻 喔圓頂龍就是我那時候說長得像晚龍的那個 喔那個晚龍的那個其實不是晚龍 晚龍遠比這些雷龍還要大隻 喔不過這個好像擴展包裡面沒有這些 沒有沒有出現晚龍的資訊的樣子吧 反正呢我們現在找看看吧 這張地圖這麼的大 看來都有得找了 好像前面那一隻其實我也蠻想抓的 我真的把它叫什麼名字欸 有人可以幫我翻譯翻譯嗎 A E R O S T E O N 氣槍龍鼠 哈哈哈哈 這個什麼鬼翻譯阿 我直接去Google直接打上這英文名字 應該找得到 他真的叫氣槍龍鼠喔 氣槍龍 學名 白二技 晚期的阿根廷 什麼晚期的阿根廷 他是鳥類 他有鳥類的呼吸系統欸 OMG 啊所以說這個叫氣槍龍喔 是 易特龍超科有關聯 他跟易特龍有關聯阿 氣槍龍就是那個氣 生氣的氣 然後呢 槍是口槍的槍 氣槍龍 好 沒關係我英文名查到就是這個樣子阿 好不好 各位長姿勢了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隻正在咬那隻 腹結龍那隻是氣槍龍好不好 好 我們來抓這隻氣槍龍好了 反正我蠻想要抓這一隻的 然後這隻吸一先把它弄死 好 他看起來非常 喔喔喔喔喔 別 好在這裡 剛好這個斜坡很適合我 可是他怎麼看到像易特龍有沒有 但是他叫氣槍龍 我們先來抓他好了 好非常好這個位置我很喜歡 別跑阿 把你帶到一個 把你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好 你看這個氣槍龍一直搖頭 NOW不要抓我走 欸我發現他的脖子真的 哇 為什麼叫氣槍龍我終於了解了 他的猴子猴 他的猴傑吧 那是猴傑那隻脖子超肥的欸 哈哈哈哈 哇跟易特龍長好像喔 那脖子很鬆弛喔 哇可啊哇 哎呀靠北咬到了 我就想說看可不可以咬前面那隻霸王龍而已說 好決定了 把他丟這裡 他會被卡住 好像會卡住的樣子 好像會卡住的樣子 哈哈哈哈 哦感覺好像會卡住的樣子喔 決定了 賣照 哇他麻醉在掉了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抓他了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抓他了 3535這樣扣他被我射死了 OMG 找下一隻好了啦 算了我放棄了 哎 洗吧 有 中獎 欸這隻抗毛最蠻低的欸 我覺得 為什麼這隻抗毛最感覺低 然後那隻感覺就很高 壞了 壞了沒關係 我們這邊超級多 好 讓你射的不要不要的 他應該回來吧 哇靠掉水裡了 你需要幫忙 Nope 嘿嘿嘿嘿 來啊 None 看你有多少能耐 就這王八蛋居然卡條在那裡 他的動作其實也蠻像帝王暴龍的 我覺得這些恐龍都跟帝王暴龍有 很多種相似度欸 我印象中帝王暴龍好像是 侏羅紀某一集裡面 做出來的合成龍吧 是不是 合成龍對不對 我記得是 難怪這麼多影子 什麼迅猛龍的爪子啊 某些部位的那個 的特徵都做出來了 難怪 我怎麼看都覺得跟帝王暴龍有關係 都死過來喔 你別跑啊 已經是我的了 嚇死我了 來來來來來來 抓到了齁 我沒有大腿熟肉了 哇 欸不是我們沒有大腿肉了 我們也連生肉都沒有了 這有點小尷尬 不過沒關係 我相信我們的風神翼龍身上是有的 你看你看 說有就有 好不拖泥帶水 欸我這隻身上也有那麼多腐肉啊 不錯喔 這隻呢沒有意外應該是 伊特龍的鞍啊 這隻應該是伊特龍的鞍 到時候再做一做吧 欸不用啊 我們家裡不是有一隻伊特龍 我們就免費的鞍就可以直接做了 好 就要帶這隻可以直接帶回家 那個 上一集的那一隻 特暴龍 魔花特 上一集的那隻特暴龍 太大隻了 這隻算中型的 他起來了 耶 把他帶回家 看起來超乖的 有沒有 他真的跟 他真的跟伊特龍 有差別耶 伊特龍的頭比較大一顆 然後是比較有點是正三角形 這個是 這個有點類似是垂直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啊 有點像直角三角形的頭 有沒有 然後那個 伊特龍好像是等角三角形 然後那個脖子實在有夠粗的啊 我說真的 這個脖子 哇 好像好像大雞雞哦 有沒有感覺 這個就是我每天早上起來的樣子 不好意思了 見笑了見笑了 給各位看到這麼強大的東西 本來是想要隱瞞一世紀 不讓大家知道的 體型略小 好我們來做一下比對好了 他們都是同一個家族的 這個 這個就是我說的伊特龍 哦 伊特龍呢 他的頭型有點等 等腳三角形 然後脖子呢 稍微纖細了一點 你們看看氣槍龍呢 扁的 氣槍龍是扁的 哦 這樣子應該就看得出來 到底差別在哪裡了吧 顏色跟色澤上也有所不同 但是呢 基本上紋路是一樣的 哦 但是就是這個脖子特別出就對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左鍵是一般咬級嗎 體型較小 右鍵 沒有批用 C鍵 哇超級沒有用耶 就只會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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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馬上沒有體力了 超級弱 啊馬上沒體力超級弱 他右鍵不會怒吼呢 他沒什麼功能呢 不過速度上好像輸給伊特龍哦 我們把暗燒也帶回來 好我們用最 我們直接用我們的伊特龍看看哦 伊特龍的部分 安在哪裡 找到了 速度上是一樣的 然後一樣也不會叫 啊就只是改個模組而已啊 好不好 我說 伊特龍跟氣槍龍 沒有差多少 外型稍微一點改變 然後呢 就有點類似 就是 同樣一個模組改變外型而已 好換湯不換藥這樣子 好吧 我們的氣槍龍 好 就這樣子 我們就去找別的吧 好不好希望我們 待會可以找到我們的三角龍 哦我們三角龍是沒有找到啦 但是我們找到前面這一隻 純白色的這一隻 哦當下看的時候我還以為是什麼 有沒有 什麼阿根廷巨音的那種 那種鳥類有沒有 結果後來我上網去查他上面這個ID 啊不是ID 上面這個名字 他上面寫是翼龍 翼龍兩個字 完全沒有說這是什麼龍 就是說是翼龍啦 這也太奇怪了吧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哇兩隻 兩隻Tiger在那個山上 也太好笑了吧 哇 又多了兩隻Tiger 啊還是我們先來抓這隻翼龍 下次再來抓那兩隻Tiger啊 啊這隻翼龍感覺不錯抓捏 我們來個打帶跑 打帶跑應該是OK的樣子吧 好不好 試試看 反正他飛那麼慢 哇 他是沒體力了 哇 等等等等這傢伙 這傢伙 很抗性哦 哦呦有點痛哦 還好我有收到他 下面那什麼鬼啊 那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一個很像牛的東西啊 這有 這個模組裡面有有水牛 欸全部都是水牛欸 我下次再來抓 下次再來抓 我們現在抓這個 不管了 欸有中有中 先來抓這再說啦 不管了 這個翼龍看起來比較屌 啊如果你們知道這隻白色的翼龍叫什麼名字啊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哇他是沒體力了 對他是沒體力了 沒體力想要開始咬他們來補 補足一些食物來源了 好我就這樣慢慢的看你裝逼 你應該是不會被咬死啊 啊我來幫忙一下不要說對你不好啊 你要是死了我該怎麼辦啊 完蛋了 這不太退退進哦 不太對勁哦 我們家的可能要掛掉了哦 完蛋了啦 你這樣子 你這北七 啊為什麼會有這麼白癡的翼龍呢 啊還是我們來抓一隻水牛好了 一女一 我們的翼龍就這樣沒了 啊這是水牛大哥 啊看起來像水牛 我不管我要來抓一次翼龍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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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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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carry你知道嗎 救命 哇我被咬住了 我要把我咬住了 水猛龍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大哥 救人 我裝備全壞 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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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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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聽話我聽話我聽話我裝備 Hep V belts Tank壞雜 好沒關係把它帶到這裏來 沒問題的 這家牛又沒體力聞了 從月升降低 力量 來來來來咬我 Look at me Senpai Look at me Look at me 嗚 Hause 他是哪一招 旋風 衝風龍捲風是吧 阿 我這邊跟你折騰也夠久了吧 可不可以試相一點啦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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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壽 其實我覺得讓他咬一下沒差耶 對阿 我覺得讓他咬沒差 就讓他轉圈圈就好啦 對阿 可是他要死掉了 抓到嗎 淘寶撞下去了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死了 oh 你 快來救我啊 王八蛋 快來快來快來 oh my god 救命 你不要亂跑 no 恩 yeah boy 奇蹟室的逃命了 啊這個小王八蛋 林北放棄抓你了 你太麻煩了 等我哪一天做場管步槍的時候你就死定了好不好 還是水牛兒最可愛了呢 還是我們的水牛兒 最So Kawaii 不過我不知道我們水牛在哪裡啊 我們剛剛飛的這麼遙遠我看見了那邊有一隻 嚴格來講是兩隻 好 這個高度我可以 別再弄了我已經心力憔悴了 我心力憔悴了你知道嗎 怎麼辦法讓牛哥起來 哇牛哥在一起不來了我們這抓也沒用啊 你說是不是 怎麼牛哥可以上岸嗎 車現在都發幾發 他不會上來了 其實我有點小尷尬他這種情況你知道嗎 有種尷尬啊 有種尷尬啊 到底有沒有加陰炫子啊 你在加不加陰炫子啊 快點就是這裡 你快你可以你可以你行的 快相信你自己啊 不要沉淪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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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你你成功突破了 你成功突破了 你成功突破了 好好好 你成功突破了牛哥 牛哥你又再度淪陷了牛哥 看來他是不想攻擊我啊 欸 不錯牛哥 看來很四象啊牛哥 你也知道要這樣搞喔 哎呀 潛規則嘛對不對 不要跳下去喔 聽話 潛規則大家都懂嘛 哎呀 真的是 啊是不是 大家都收到潛規則的洗禮 知道要做個樣子嘛對不對 哎 牛哥牛哥 哎呀 這個牛真的超頑強的啊 不是我要說 冰河時期的野牛 他們就只是標示叫野牛 冰河時期的沒有一個正確的一個翻譯嗎 他說這種野牛的體型 比一般的牛大兩倍 啊 這冰河時期才會出現的 好像已經絕種了 不過還有他的後代就對了 哇 要吃了要吃什麼 這叫我直接吃植果耶 好啦 差不多了吧 我已經等到民國3988年了 啊 起來了 剛說完就起來了 而且他不用安太棒了 哇 第一次騎這個一隻牛的感覺 就是不一樣 而且他負重一出死就一千了 果然是很符合這個牛的體質啊 牛就是可以帶很多東西嘛 所以說就會很多以前農作物的一些農田的主人 跟農的人 他們都會運用這些牛 就是因為他們很能扛啊 對不對 哇好可愛啊 而且很奇怪 這個牛的後面居然沒有毛 然後前面有毛是怎樣 毛都掉光了嗎 我們看一下啊 他他右下角有個顯示抗性 增加 哦 增加低溫和高溫的抗性 所以說我們騎在上面之後 我們可以增加 高 那個熱 熱的抗性 跟冷的抗性啊 右鍵 右鍵是往後踹 左鍵是垂擊 用頭撞 頂你的心 頂你的心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腳腳 踹死你 哦 哦 會踢暈 欸 用這個來馴服那些 比較難搞的大型恐龍 可能有的有的有效哦 我覺得 C劍有沒有功能 C劍感覺好像做事要往前衝了 但是呢 一個動作都沒有 這是一個騙人用的挑釁動作 C劍就是這樣子 好 沒了 就這麼的簡單 好 這就是我們的牛哥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太棒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跳針呢 OMG 哎唷上來上來上來 哦耶 運輸部隊大成功 這次我不會一直往下降了耶 還好這個沒有霸王龍中 啊 想當年啊 林北在在那個特暴龍的時候啊 真的是快要 啊 讓我絕子絕孫了 快要生不出來了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要理我 耶 最後把我們的牛哥帶回來了 真的是太辛苦了 喔 買一個 啊 用一般的嗎 這件抓真的是 很廢死啊 不過呢 比起用這種 比起用一槍入魂的方式抓 我覺得用這種慢慢抓的方式 其實也是蠻有成就感的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覺得啊 好不好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玩到這裡結束 這個我已經經過了一番波折 有點累了 想要休息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抓了這隻水牛 以及我們前面這一隻 氣槍龍 好不好 易特龍的弟弟 氣槍龍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個人是覺得氣槍龍蠻帥的 除了那個頭之外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玄壞 下方六五十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金瓜再見面了 掰掰